你 还想对我做什么恶心的事 出来听点 我们看看你他妈到底有几条命 他妈 这小子吓出太重 他也这么狠了 我就不理解了 明明是我伺候的他 怎么他反倒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老子这辈子没这么丢人现眼过 我输就输 你疯了 现在开始 把你脑子里那些恶心的念头 都给我挪掉 这个人搞成这样 后面指定没信 既然如此 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真是不恶心的你吐出来 我他妈就算白爱这一顿了 你还能决定老子想什么 我想着好几种方法弄 你打算怎么 被我脑袋开个窗挖出来 就不要脸 老子爱怎样怎样 老子看上你 就是给你脸 我果然没看错的 这个人不但心胸狭窄 还是个没胸没臊的无耻之处 不掐死他 留着也是一祸神剑 二 我说你他妈到底看不上我什么 我剪髓营哪样不是出类拔萃 你看看我这脸 我这身材 你真不想试试 试过的可都说好啊 昨晚真不算什么 你要是跟了我 包你天天神心语 不过说真的 你傻殿侠啊你 你不能有毛病吧 这样吧 我知道有个老中医专制难科 介绍给你 你看你脸红的 别不好意思啊 哥也是关心你 你 这个霍言无耻的浑蛋 你他妈 你他妈去死吧 一开始我确实抱着娃娃的心态接触的 和李渔接触过后 我知道他不是空有其表 也不是玩具 我也许是想 真的和李渔谈个恋爱什么的 我眼下这个状态 我和他是什么都发展不了了 这是我给隋琳专门设置的链声 喂 隋琳 李渔的小林子也太温柔了吧 他不会 我会喜欢小林子吧 不不不 我也不会是现在的孩子都是这么相处的 是 是跟你哥在一起 隋琳问你中午吃什么 他给你带盒饭 你他妈饭脸比饭数还快啊 吃个屁 活都没做完还有点吃饭 和西北风吧你 剑髓烟 老子今天弄死你 你来你来 你先碰到我试试 你 陈总不管什么事饭还是要吃的 要是被小林子砍到我跟李渔在办公室打架 真丢不起那人 哼 又是让隋琳看到现在这样子 该怎么解释 吃你的去 别管我们 我们忙完了自然回去吃 隋琳 你别管我了 很快忙完了 你先吃吧 那好吧 现在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里面有浴室 你去把裤子搓一下 拿吹风机吹干再出去 正好我也换套衣服 衣服上都是邪业 毕了这么久的王八戒 总算发泄出来 要不是隋琳那通电话吗 我还能多来凌去 不过 要是被隋琳发现了 我该怎么解释 这小子下手真重啊 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算了 秋根结底还是他先挑的事 也怪不到我头上 这里 眼睛不要干脆捐了 连我这么带劲的都看不上 你怎么没完了 当我这儿中点房呢 吹完了赶紧滚出来 你出来 我跟你谈谈 月儿 之前的事 我也懒得跟你计辅 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过主要原因 还是你眼界太差 谁对谁错 咱就不追究了 你既然这么看不上我 我也不会死缠烂打 你真以为自己是香波波 看把你紧张的 至于吗你 剑碎英这个人 简直是混蛋中的战斗机 我也是开了眼了 从今往后 咱们就把之前的事忘了吧 以后我们就是上次下手的关系 我呢 好好带你 你呢 好好给我工作 这再好不过 行了 你去给我买午饭吧 上次那个包仔饭不错 给我连锅端回来 我可不是这么容易 就能挫败的人 早晚得让他知道 我剑碎英看上的人 还没有得不到爽的